从上一期节目我们知道 清华大学没有及时地告诉警方 他们的实验室有塌烟而且管理混乱的事情 同时遗误了报案的时机 导致宿舍的事件发生关键的证据灭失 这意味着警方在1995年5月5号 立案之后在获取直接证据的时候 存在极大的困难 但是十年前我在北京采访 朱林父母的时候 他们对于警方的侦办过程 仍然有三大疑问 第一 警察在1995年秋天就已经确知 清华大学存在塌眼 但是为什么是在一年半之后 才第一次审讯犯罪嫌疑人 第二 关键证据虽然在事件当中丢失了 但它同时也暴露了犯罪嫌疑人 可能存在的第二犯罪现场 那么这个案件真破了没有 第三 公安部在给政策委员的回函当中提到 1998年这个案件已经结办 但是给朱林父母的答复是 孙伟有疑点仍然在查 那么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律状态 2013年 做完这个采访之后 第二天 我的节目被终止 但十年之后 我得以机会重访年过八旬的朱林父母 来完成这期节目 我采访时 朱林父母现在住在北京的小汤山医院 他们的女儿朱林三个月前去世的地方 好多人都惦记 是不是不知道你们身体怎么样 还行吧 我比他强一点 他不太好 怎么样 他现在 他那个 我们这些老年的 那个 异常 都有 像我吧 也是四高 好 就是 他呢就更糟糕了 他那个肾上还有一个大瘤子 不过他心态还好 身边有人照顾你吗 就原来那个照顾林立的那个阿姨 她挺好的 她那个 要那个愿意留下来帮助 就是照顾 照顾我们 老吴 她更需要那个照顾 那个情况不太好就是 我 我得先跟你们两位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十年前 我还在央视的时候 去采访了你们 但那个事儿没能做完 就没法给你们的交代 这是我的一个内疚 哎呀 不能怪你 国内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次我还是希望能把这个事儿 尽管能够做完吧 所以那个 可能会辛苦你们一点 回忆一些过去病 可能会让你们挺难过的事儿 我很抱歉啊 没没关系 你就说你需要什么 我得回去找 就我看你那个照片就是跟 跟她告别的时候 嗯 你摸摸她的脸 嗯 你心里跟她说什么了吗 每时候 我就觉得她挺那个 走得挺不 挺 就是眼睛都闭不上 她一直就是眼睛都闭不上 死不瞑目 所以 还是希望能够 那个 能够她能够安息吧 能够安息 那就 那我们 跟我们一块儿等着吧 你想等一个什么 我 我 我等一个 惩罚 能把凶手 惩罚凶手 我一直没放弃这个希望 但是 能不能等得到 我现在也 也不知道 朱令父母的第一次希望 出现在1995年的秋天 这个时候 深度昏迷的朱令 在数月之后苏醒 有强烈的生命意志 他只有胳膊能够动 但是可以用一只手指 弹奏童年记忆中的钢琴曲 就在同一时期 父母从清华的派出所得到消息 办案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 也称14处 找到了清华大学购买她研的发票 这个案子 只剩一层窗户纸 一桶就破 95年的秋天的时候 我们也还挺乐观的 马上就要破案了 然后再问呢 就没消息了 再问就说 他们已经上报了 等着批呢 就等着 一直等着 等着批什么呢 我觉得就应该 赶紧就突击审讯了吧 应该那个什么 就开始动作了吧 他就不动作 他就等着批 等了一年 好奇怪 对啊 等到97年 后来实在 到97年 他们都要毕业了 我们就更着急了 一个劲的追问 根据朱家记录 1996年 他们知道此案 已成局长专案 此后曾多次写信 给公检法负责人 提出 十次处在等待批示 侦破停顿 没有人化验 存在清华大学 化学系的朱令的物品 父母心情急切 那么1996年 案件没有可见进展 是正常的侦查周期 还是有其他因素干扰 我在给北京市公安局的 采访函当中 转达了朱家的问题 当目前为止 没有收到回复 不过 在2006年 朱令的母亲朱明新 曾经与14处的办案人员 交谈中提到过这个问题 当时她年事已高 为了寄清内容而做了录音 这段录音的噪音很大 所以她没有再听过 只是在十年前 拷贝给我的资料当中 包含了她 我对这段录音 进行了降噪处理 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状况 为什么九六年不动 这份案是文宝所的敌业案 现在说敌业案 敌党 我是这个案件的 一个工作人员 而且还是这个案件的 一个负责人 十字求整理想 我的今天明明是今天一样 我现在就跟我们立场 就说最内疚的一句话 我搞二人的军事 唯一说我没办案的作用 我这个案件就是一个心境 不是说平址 因为我是这个人家 又是工作人员 又是一个小责人 我要作为界面的来讲 没有可能不相信 是吧 这案子始终就会要平址出 而且你刚才也讲到 个性的关注 很重视 就有一些重要的批识 确实了 是求此家 是吧 要是我们就做工作 我们不问在 我们本身的职责范围 就是从何况走 领导的批示 不可能 有几年和停车 停车 不可能 而且呢 每走一步 我们非常的顺利 点点滴滴地做的 要弄我们一起谈话 这个事儿说得 必定要不要谈谈 跟领导的报告 什么事不要谈谈 就咱们说白眼前 都要有话 光阳的那种 经过的考验 经过的历史的考验 经过的专家的考验 经过领导的考验 那你搞什么 你走一步 你每次都做了什么 我们走一步 这个事情就搞得好 才能提错 这我们也就要成功了解 就是因为它是 分了十个分的 做朋友就比较慎重 是不是有人话 慎重这个 我承认 一样是慎重的 不但是最差慎重 因为这个事儿 对任何人 别人来讲 更多慎重 你问什么 哎 我跟你们 还有把老婆 我从里算的经济是有限的 我每个人打 他也说 暴难 我都得要胜 他打就要打 打不绝 你把家 也得插我 那我的暴难 做什么 他敢说 我抛了 我抛了就有抛 所以完了 完了就没了 所以我就是特别想知道领导有什么区 这些的 刚才你也说了 这些说了 刚才你刚提这种伪判 对您的心情啊 您的讲话都会有所欲解 和情啊 和理啊 想知道这个关于这事儿 对这事儿 这种方法 对你来讲啊 就是从当生 当然来讲 领导给我们 当然三月的批词 或者给我们这个啊 这个领导的这个批词 他不会 对外 朱令父母向警方询问 关于孙伟家庭背景 是因为他们从媒体上看到了 孙伟的爷爷 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孙岳齐先生 接受过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祝寿 宴请的报道 孙伟的唐伯父孙福林 曾任北京市副市长 案发时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朱家担心这些因素 会妨碍侦察的进展 孙伟曾经在声明中提到过 他的爷爷 在1995年的12月9日去世 不可能干预案件 没有提及他的唐伯父孙福林 我向孙伟转达了采访的邀请 没有得到回复 但是我跟孙伟转达了采访的 我跟孙伟转达了采访的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跟孙伟转达了采访的 这个问题丝毫没有影响的真正工作 没有干涨的工作 没有干涨的工作 丝毫是 我跟孙伟转达了 本身我现在说话不敢做个人 第一我是当这个大人 第二个也是出个人 第三我过不去的工作 不在你们现在来 你们来 你可能看不到我这些案件 看不到我这些金额材料 那您现在不相信主持呢 您不相信我 您相信主持 各个组织就相信我相见了 我还是不当的市局 北京是整大的 英联网分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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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全委的司令 现在的宿伏是当特朗尾司令 那个法院院长 一个老院长 都说了 是不是 不说了 人家有时候把这个社会务力的 因为这案子采取 开始采取 是吧 从不外面在我这儿 在咱们 我们去采取 不多呢 能买是领导说 这样呢 怎么搞啊 是吧 能买是领导说 他家里有位女儿 对他就可以 是不是 是吧 都要打碗了 没有问题的 都是从暗认渗过来的 都是从暗认渗过来的 您说这个我明白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 就是解释这个情况 您说可能是对什么级别的人 有什么应该怎么做 有要求 所以我就 我就觉得刚才和我问您 我是不是很久 九六年没有做 是不是跟这有个关系的 我也听您的意思了 不是说 因为 您说这个方文 谈的这个 是一开始已经谈出来了 对吧 听到您在这个 就提过领导审 对吧 是 是有 我在您的基础上讲了 对 那你对市党 你随便 我问题能问你 这边市党 那一番辣椰 我能随便问你 那不直接 我进行过来的吗 那绝对是 那一眼 绝对 绝对 我们发生 缺点认识的 我们只能 一张反应 我们直接做 直接做 直接做 因为中央 所以 就说 对 一些领导 做工作 一样 朱林父母认为 办案人员所说的手段 是指1997年的4月2日 他们终于获得批准 正式传唤损 1997年2月 朱林父母收到一位 退休警察的信 来自北京市公安局 原科研处的处长王补 王补 以这个案件没有任何关系 他只是看到媒体报道之后 希望能够提供帮助 朱林父母介绍他与办案人员交谈 此后 王补列出了嫌疑人的四大条件 一 接触他员 二 懂独立独信 三 能够接触朱林的日常起居 四 有犯罪动机 他认为 投毒者 在清华园中 以王补的材料为基础 朱家在1997年3月 给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 以及中央政法委负责人写信 列出了界定嫌疑人的 极大法律依据 希望警方 在孙维毕业出国之前 要么审讯 要么解除他的嫌疑 一周之后 十四处 从清华大学的实验室 带走了孙维 他说 终于领导批示 让他上一次手段 他用的是这个术语 意思是 让他有一次审讯机会 那说明他内心 他是渴望能够推进 这个案的进展 是 我也这么看 所以我并不怨他们 他们是没办法 他们只能就是在这个 这个环境下 按照那个 按照 他们的说法吧 他们的纪律 不能那个 就是说一些事情 这次审讯之前 警察王补已经遇见到他的困难 他写道 如此长的时间 对嫌疑人 没有采取过强制措施 这意味着 用传统的侦查询问方式 困难会很大 他建议 用测谎 来寻求 突破的途径 王补是中国最早的测谎先驱 公安部在1980年 购置的第一台美国仪器 交由他使用 并从1990年起 在刑事案件当中 运用这一技术 审讯前三周 也就是1997年的3月18日 十四处的办案人员 曾经登门拜访王补 探讨测谎的可能 并表示要回局汇报 就是说 如果他的事件 不错了什么程度 有什么标准的 那个是什么 刚刚的来 现在你说这东西 他作为他直接的 他也一直分析 一个分析 他不是直接的 说有什么 您说了半天不才是他吗 他没有做法 他的存在率就一点 您再少做法 他还有一点 他解什么意见 第一点就一点 第二呢 我们就说这个意思了 他本身 这个东西 就是再客户来 你看咱们这个做 等别人人了 做的有些 不正常的有些 没有性能 兄弟什么问题 各民族同一块 如果说呢 他就备了 如果要不做 这个东西做法 那时候 如果要把他有什么程度 他没有 他没有 在法律上面 我说 这个东西 不是一个综合性的 各个方法 也就差不多 但是 我是这么感觉 就是 咱们 肯定 对他的行动 都是特别深重 因为您刚刚说 他的对象 不是 他当然了 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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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 你像那个 有些 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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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您这些要求和规定 更加阻碍了咱们的侦措的力度 您这些规定是国家规定 不是我 虽然爷爷孙月琪是民阁中央的副主席 民阁是政部级机构 副主席是副部级 但对于已经去世的副部级领导的亲属 在执法的时候需要什么标准程序 我没有查到公开规定 孙伟自述 审讯8小时后他被家人接回 但没有提及他自己的口供内容 对于这次审讯有两种传闻 第一种是说孙伟已经承认了偷毒的行为 第二种说孙伟完全否认曾经接触过他 而十四处的办人员对朱林的父母说 不论是哪种结果 只依靠口供没有直接误证的情况下 无法定罪 孙伟声明 他曾多次要求警方再审 并主动提出策划 但此后 无人承唤他 考虑到学生很快将要面临 1997年7月份的毕业出国 朱林家在当年上半年连续给信访局 媒体 公安部 北京市委书记 以及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信 希望督促案件侦破 6月 警方扣押了孙伟的护照 限制他出国 孙伟认为警方对他进行有罪推定 他和家人给各级机关写信 并拍摄了清华实验室管理不严格的视频 与清华对峙 9月 清华大学发还了孙伟的毕业证 10月 北京政法委书记强卫 召开公检法三家领导的会议 研讨案件 认为直接证据缺乏 案件继续侦查的难度大 涉及社会稳定 需要妥善处理 1998年1月 孙伟家人写信给高层领导 同一时间 北京市政法委将案件 逐级上报重要领导 北京的三长会议定不下来 哦 三长会议都定不下来 怎么叫定不下来 到底抓还是不抓 戴帽子还是不戴帽子 在等待上级批示的这半年当中 北京警戒内部 仍有一种力量在持续推动 侦查此案 王补认为 在直接证据灭失的情况下 失窃案可以是 侦查的另外一个突破口 从王补的材料中 朱丁父母才第一次知道 失窃案中丢失的 是投毒案的重要证据 中药品 洗衣用品 这些事你们在接触他之前 都不知道吗 丢了什么 知道吗 朱丁丢了什么 谁告诉我 没有人告诉我们 你们没有问公安 要过这些细节吗 公安好像从来没有 就是让我们做一些笔录 什么的片子 没做过这个事 那有没有询问过 你们一些必要的问题 比如说 朱丁从家里面带到学校去 有哪些口服的用具 或者是饮料 这些问过你们吗 不记得问过 没有照顾我 没有 我不记得问过 朱丁父母到目前为止 没有得到任何 与失窃案有关的法律文件 失窃案导致了犯罪 痕迹无证灭失 是侦破投毒案的重要线索 但北京公安的声明中 没有提及这个案件 以及政务如何灭失 嫌疑人是谁 王补认为 当年的实窃案 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现场勘察粗糙 1998年 他给负责预审的局长写信 写到 有必要全面复习 检测诸令的物品和头发 来获得新的证据 但是 这项工作 没有能够进行下去 因为1998年8月 请中央领导批示 经逐级批准 十四处 结办了此案 结办并不是一个 正式的法律术语 警方只有结案这一说 但是结案 只在两种情况下 才成立 第一种是侦查完毕 移交给检察员之后 从目前来看 没有走到这一步 那么另外一种结案的可能 是警方做了撤案的决定 但是只有以下的六种情况 才能够撤销案件 而从目前所知 没有公开证据能够证明 偷读案已经撤案 结办这个词唯一的处处 是在公安办的文件当中提到过 中央领导的批示 要求尽快办解词案 那他属于什么呢 我问了就不知道了 我们当时就更不清楚 法律上这个接办词案 我不知道就是 当十四处跟你们座谈的时候 在1998年 他有没有清晰地表达过 我说这个案子 究竟是一个什么法律状态 给我们家属同样的说 结办词案 他说 虽然有一点 仍然在侦办中 对吧 仍然在查 对 所以给你们两方的交代 是不一样的一个结论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 我们家属来说 一直没有说 结办词案 有没有给过你们一个 比较正式的法律文书 没有 从1995年5月5号 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立案之后 一直到现在 你们没有接到正式的法律文书 什么文书也没接到 1995年2月 重病中的王补 给朱令的父母写了最后一封信 说自己已经爱莫能助 他把两年当中 所有写的材料底稿 全部留给了朱家 这是他去世之前 留给他们的交代 并且叮嘱他们 要积累材料 等待时机 在2005年 互联网上有人匿名指出 孙维是投毒案的唯一嫌疑人 这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此后 孙维发表声明 称警方已经在1998年 解除了他的犯罪嫌疑人 并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他和朱立的中毒有关 但是孙维没有提供任何法律文书 来佐证他的说法 而从1998年十四处的文件来看 他们给朱令父母的说法是 孙维有疑点 只是没有直接证据 有的疑点否了 有的疑点还在做 并没有提到解除 或者排除孙维的嫌疑 而且中国的刑诉法规定 警方可以终止对具体的犯罪嫌疑人的侦查 但是必须继续侦查案件 所以2006年6月份 朱令父母向十四处的办案人员 询问到具体的案件 法律状态 现在案子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 有一个明确的 是封案 卦案 还是这个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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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很知的 十分前两个交流过 说了 但是 中心里面说的很清楚呢 杨栗里面说 杨栗里面说 有不叫什么犯 也不叫犯案 什么犯罪 他也说 很知道 就是说 他们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对 女牙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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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錯啊 現在你們說 這死完了 可是我現在對你們說好 還有點疑惡 還說 一個說呢 也不叫說愛 也不叫說愛 說現在有心情話 還是跟我們體重 我說那是由誰辦的 還是我們實質處 反正我們不讓你實質處 現在連行政都沒有了怎麼辦 也說那還有關係 所以我說現在這個案子呢 事實上是第一個直至狀態 但是他本身教育的狀態 還是不明確有這麼一個概念 哎呀 實在是 你看當教育隊的同學 不多一點啊 沒有關係 你覺得不好 有個答案可以 如果我都能回答 這場談話半年之後 2007年1月份 央視東方時空播出紀錄片 朱令的12年 此時朱令34歲 她的父母像照顧幼兒一樣照顧她 但他們已經到了抱不動 自己孩子的年紀 3月 全國政协委員陳章麗 和二十多位委員 在兩回上交提案 希望能夠抓緊破案 公安部答覆 此案已經結辦 這出乎朱家的意外 所以一年之後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正式實施之後 朱令家人馬上 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申請 要求公開朱令案 偵破的過程和結果 答覆 是這張不予公開告知書 理由是涉及到法律法規 及相關規定 不予公開的其他情形 這個其他指什麼 因為他這次是文件上規定的 我們也問不出來 給你們這個文件的人 有沒有解釋過 這個是寄來的 國務院法治辦 最終做了一個決定 撤銷了北京市公安局 這個不予公開的決定 對吧 你們拿到他們 就是北京市人民政府 這個回函之後 怎麼跟北京市公安局交涉的 這個好像我們的申請書 跟那個 最後回函就是最後 對於我背負 比如說 咱在新年上看見 他那個 國外的一些對方什麼 他在整個政策過程中 他會把這個 就是說我們有什麼正義 你對方判不了你 大家也明白 這是什麼回事 可是唐納這個 一兩級的 是吧 他是咱們中國的法人 買過不一樣 沒看來 那大人的那個 那美國天裡頭 在那裡頭看著他們 是吧 那人就不清楚 咱們的法人不在 是吧 咱們會 咱們會在馬上說 他們把這個 起座都賺給他 那就是沒有 一有的東西 你就是說 那這一有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已經 都十多年了 就是 再等下去了 我剛剛學的時候 好像等不著 什麼經濟的東西出來了 這個 這個 能不能把 他那邊有什麼辦法 能不能把我們黨的政治公開地做 是吧 這不可能 他果然法律上就是 不能有什麼做的 是吧 現在他沒有進入那個第二階段 我國安局 剛剛就跟他回來 你國安局拿著什麼命呢 你得到房子去 這三句話就幫你結束了 兩句話就幫你結束了 兩句話就幫你結束了 您說我什麼話呢 你到內了嗎 那就是我們自己也來對別人家民家人說他做吧 那我還讓人家說我們呀 你還是懷疑你就是他 警方認為 刑事偵查材料屬於機密 不能公開 但朱家律師認為 如果案件已經終止偵查 律師有權躍卷並由當事人向法院自訴 2013年4月15日 上海復旦大學發生投毒案 警方認定是事有所為 這一事件引發了社會輿論對於朱令案的再度關注 此時的朱令40歲 他做了氣管切開 靠呼吸機和營養液生活 下不了床 無法說話 母親半夜醒來時 常常看到他整夜睁大地掩躺著 4月18日 天涯論壇賬號孫維聲明發帖 呈這麼多年來和很多人一樣 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一天 因為傳聞孫維在美國 有超過10萬華人 向白宮請願要求驅逐孫維 這引發了國際媒體的大量報道 5月8日 北京市公安局向社會通報案情 談到案件未受任何干預 但沒有提及案件結辦的文件 朱家律師李淳光寄送了信息公開申請書 要求警方公開結辦朱令案的依據 以及相關的程序文書 同一時間 新華網 人民日報 呼籲公安機關公開朱令案 國際央視的採訪也在同一時期進行 但在第二天被叫停 那年你去方莊的時候 那個夫人她們也去了 她們也去了 她們看見連位那個樣子 她們的一個 一個那個 跟胡主人一起來的一個女的警官 在我們口哭得 哭得一發糊塗 就覺得太那個神了 後來反正她們也想辦法 幫我們解決那個連位的治療啊什麼 但是呢 她們也動不了 那如果說在這個體系裡頭 向上反應這個渠道已經沒有的話 那您用法務訴訟也可以是一個辦法 我看到你們也有律師 我想她應該也提出過類似的建議吧 我不是跟你說 那個李春光寫了一封就是要讀清華回答一些問題的 就交給清華 那個公安呢 立刻就急了 什麼意思 不可以 她們說不可以 她們公安也表示 在很多方面她們很同情零零 然後也給了想辦法 給了很多幫助 但是呢 她們必須維穩 一個普通的刑事案件 或者一個大學 一個高校涉嫌獨職 或者是追責 這個難道不就是為了社會穩定嗎 所以我就說 我們沒有辦法 所以妳那次採訪完了 妳說過兩天就可以播了 不是也不讓播嗎 這不是那個什麼 這個環境就是這樣的環境 您這麼說 我才知道您當前這個壓力 那您為什麼還是決定說 接受我這個採訪談一談呢 我已經不 不在乎什麼壓力不壓力了 我說的都是實話 您剛才說 您最後的時候就希望朱莉民不安息 對呀 朱莉民不安息 她是睁著眼睛走的 死不瞑目呀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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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她在這兒挺直的時候 拿那個 書頁貼 把她的上眼皮貼到下眼皮上 把那個眼皮都貼破了 但是呢 她還是 還是挺著 她希望能多陪我們 多陪陪我們 2023年冬天 朱莉在患有腦瘤之後昏迷 她的病角已經出現了白髮 眼睛近一群毛 但她手中還始終握著康復用的握力球 她父親的朋友圈 唯一一張照片 是冬天滿地的雪 屋子裡半枯萎的植物 突然開了一朵紅花 12月24日 朱莉以吳莉的名字 在小唐山醫院去世 84歲的父親吳成枝 彎下腰 碰了碰女兒的額頭 一個月之後 澳大利亞人報披露了孫維的近況 她以孫世妍的名字 在澳洲生果 是一名房地產投資人 朱莉父母至今還在等待 案件重啟調查 我就不知道 在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 那個我期望的結果 但是我也做好那個 看不到的準備 那我在 因為我不明白 我真是不明白 你為什麼 就是 為她就不能依法辦事 那我最後也想 請吳叔叔再說一句吧 我也想聽聽她 現在的想法 那給你 給你 拿這兒 也想聽什麼 你想聽什麼 有些不懂 你想想聽什麼 你想聽什麼 我還有那句話 朱麟走了 但朱麟這個事情 但是历史会记住的 最后历史还会 最后做出正确的论论 所以要看我们国家了 您这个信念从哪来呢 因为历史也淹没了好多人好多事 好多人好多事 可是呢 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就像 朱丁这个事情最好 不然在历史当中淹没 一个社会中心要发展的 社会中心要进步的 一个国家不可能靠人质 一个国家还是靠法治 但是国家发展起来 最后想知道就是 在宋敏盒子的时候 我看到您的额头贴了一下 他对我 对他笑我 对 我觉得他痛苦结束了 把另外一个事情去 但是我也想 你说 你先去吧 我很快也能去 我看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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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莉演奏最后这句广灵三诗 她中毒已经很深 是忍着全身的剧痛 把全部生命力灌注在指尖 才能够完成 此后三十年 她的故事就像这琴声一样 如此残酷 如此激烈 让无数人心意难平 朱莉确实是没有能够瞑目 但这不是结局 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人 在接力朱莉案 不让她的故事淹没在历史之中 警察王补当年 想要做而没能够做的头发检测 二十年后 由贺民博士完成 她想要调查而未能调查的失气案 在二十年后 由清华大学童语峰和她同班同学 在持续推动 这一位退休警察 在1999年 以老病之躯 仍然试图捍卫 司法公正和职业尊严 推动案件宠真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在25年之后 这个机会 交到了她年轻一代的同事们手中 现在 你们来选择 是否结果 是否完成